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這時也還不太適合吃補 可能會讓身體燥熱缺水的問題更嚴重 我們想像它就是一團火球的概念 你又吃了這麼多火的東西進去 反而會讓你那個燥 乾燥的部分更明顯 少吃油炸 燒烤 這一類會上火的食物 飲食清淡 不要重口味 生活作息正常 才能加強抵抗力 大愛新聞將就讓光輝 台中報導 早上聽到鬧鐘響 周立刻起床的朋友 請開始養成 起床三個30秒的習慣 步驟是先躺在床上30秒 慢慢起身坐在床邊30秒 再動動手腳30秒 醫師表示 尤其是老年人 在經過一夜睡眠之後 身體還沒有暖身 如果匆忙就下床 心臟和腦的血液循環應變不及 容易出現血壓低 容易頭暈甚至中風 聽到鬧鐘響 很多人可能還是會瀨床一下 但這樣的瀨床動作 對老年人來說有保護作用 我本身是有血壓高 要坐一下 很多老年人身體循環比較不好 如果突然從床上爬起來 會造成姿勢性低血壓 會頭暈甚至有腦中風的危險 做起來我們血液的水分 就是血液和水分被拉低了嘛 老人家反應比較慢 所以他可能會來不及做這個反射 所以在等他血壓拉到正常的範圍之前 可能會覺得有點頭暈 最怕老年人會頭暈站不穩 跌倒骨折 醫生建議起床後記得三個三十秒 先別急著起身 在床上躺三十秒 再慢慢起來 坐在床邊三十秒 接著站起來動動手腳 睡前也可以喝少量的開水 補充身體的水分 讓身體血壓平微一點 記得起床動作別急 慢慢來 大愛新聞 江麗君 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國際消息方面 佛羅倫斯以一級颶風的威力 侵襲了美國東南部 目前在南北卡造成至少18個人死亡 82萬戶停電 登陸兩天之後 大雨持續的下 沿岸和內陸淹水災情相當嚴重 公路上嚴重積水 水流湍急 還是有人想冒險闖關 佛羅倫斯颶風侵襲 北卡州威明頓市許多地方淹水 嚴重影響交通 路不通加不了油 還是等加油大排長龍 算是小災情 到處積水才讓人頭痛 北卡州另一個地區 新博爾尼斯海口邊的小船 都被大水沖上岸撞上民宅 再後清理又是大工程 家門裡全都是被水泡爛的家具 家門口全都堆滿廢棄物 家家戶戶忙著抽水 可能有15,000瓣的水 我們已經泡了7,000瓣 所以我們嘗試把它乾燥 所以我們可以開啟 把所有的水都拆掉 同樣是在北卡州 捷克森威爾市 風雨過後積水不退 家家戶戶只能站在門口望天心探 我只想我的能力 我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 它會有多遠的地區 積水深的地方 居民連忙撤離 有的地方雨還在下 雨可以導致危險的地震 像這個年代的 你住在北卡羅來納州 在米划著小船 一路看到傑克森威爾市 一片汪洋 這真是真實 像我剛才說的 你只看到這個電視 我沒想到會看到這個 傑克森威爾市的淹水 只是北卡的冰山一角 其他地區有的洋豬場 全都泡水 雨持續下水繼續漲 另一邊南卡州也嚴鎮以待 浮沃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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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則是從廣東省沿岸登陸 那麼這個今年威力最強的颱風 重創了東南亞以及華南地區 目前雖然轉為熱帶新地氣壓 但是大雨風暴 各地持續出現災情 在廣東有四個人死亡 狂風把小樹攔腰折斷 廣東街頭一片狼藉 哇 好可怕 民眾驚聲尖叫 強勁的風吹落整片建築外牆 差點就砸中樓下連線記者 廣東沿岸地區洪水流不停淹沒道路 這個颱風所造成的影響 這裡尤其是沿海的修剪 以避免當這個颱風來的時候 大樹如果倒塌的話 對人員或者財務造成影響 颱風山竹從廣東省登陸後 雨持續下不停 江門市農田整片淹在水裡 山竹帶來的風雨 光廣東就有超過200人受傷 公司統一安排車子送過來的 這裡肯定安全一點 那工地上那個房子 就在那個江邊算嗎 是吧 那個風吹過來好大 那個板房 火的板房 肯定到時候一吹就吹掉了 當地政府撤離將近三百萬人 至少十三萬戶停電 來到香港大片鷹架在風中搖搖晃晃 觸目驚心 山竹外圍環流影響下 香港岸邊掀起陣陣大浪 風勢強烈 民眾站都站不穩 就快被大浪捲走 當地將近三百人受傷 一千三百人撤離到避難中心 至少四萬戶停電 海陸空交通大打結 週一一早 車站塞滿上班人群 雖然地鐵幾乎全面通車 但街道還沒完全恢復 巴士渡輪還是停止 颱風過後的香港街道滿街都是垃圾 滿目瘡移 臨近澳門同樣受颱風影響 大水淹沒整個道路 民眾苦不堪言 部分地區淹水將近兩公尺深 水怎麼掃都掃不出去 家當也都淹在水裡 許多地區被水淹沒 救難隊員只好拉起繩索 深入救災 至少有1200人撤離到避難中心 大愛新聞陽情編譯 還有日本今年到現在為止 非常的不平靜 包括了年初下雪成災 緊接著颱風水災 加上近期的強烈地震 現在氣象和災難學者提出警告 東京可能面臨大洪水淹沒的危機 而且他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因應災難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凝視著河面回憶一段辛酸記憶 當時是1947年 凱瑟林颱風摧殘後 日本東京陷入一片汪洋 超過1000人死亡 這位眺望河川的中川先生 就是當時水災的幸存者 現在82歲的他是一名氣象及災難專家 今年7月 巴比倫颱風侵襲日本帶來超大好雨 西日本地區許多地方 像是岡山縣倉夫市嚴重淹水 得依靠救災艇運送物資及撤離災民 回頭看看東京都內 也有許多地區處在危險地帶 如果洪水一來 到時會有將近四分之一個東京淹在水裡 因為全球暖化影響 東京十年來降下好大雨的機會 增加到平均一年發生18次 和30年前比起來淹水機率變大 為了預防洪水 東京地底下50公尺 有全世界著名的製洪池 叫做首都圈外鍋放水路 一秒內可以儲存一個奧運泳池的水量 各地遊客都慕名而來參觀 即使如此 也不能保證這項設施 能夠完全防範洪水 日本愛知公科大學教授認為 日本人民也要提高危機意識 才能夠防範於未然 因此他發明一款應用程式 結合智慧手機 可以模擬洪水來臨時的情況 希望能夠推動防災教育 東京即將在2020年舉辦奧運 這項國際性賽事 讓日本站在全世界焦點下 治水問題刻不容緩 大愛新聞 鄭宇軒編譯 台灣的天氣最近狀況也不是太穩定 不過山區的巡視工作沒有停頓 在高雄林物局六規工作站的團隊 執行林班巡查工作 結果大雨之後 林道的狀況不好 造成車子爆胎 在深山里也因為沒有手機訊號 就有一名技術士 走路走了30分鐘 尋求遠景支援 這是8月底橫之林道遭到豪雨侵襲 道路崩壞的情景 9月初受到牆台外圍環流影響 山區雨勢不斷 但是為了工作 有一批人得出入當地 派出所遠景換輪胎 旁邊圍著一群人 這些是林物局六規工作站的人員 他們到山區勘察 沒想到樹枝石塊造成了車輛爆胎 他們的車輛在910班爆胎 所長平穩後立即攜帶更換輪胎工具前往910班救援 高度介於500公尺到1804公尺之間 位在六規桃園的山區有森林遊樂區和大片林地 林物局人員面對天氣狀況不穩定還是得入山巡視 這次暴態在毫無手機訊號的樹林間 徒步30分鐘才順利借車找到遠景協助 雖然天氣好一點 可是下午都會雷震 都會搬一些小落池 搬了車子根本沒有辦法行駛 要確保山林狀況 要守護居民安危 尋山員 警察 風雨中執勤 但提醒民眾 非必要這段天氣狀況不穩定期間 不要出入山區 真的有工作需求 也千萬注意安全 大新聞主任商榮樹高雄報導 關心環境 台灣每年大約生產了1萬噸的沸乾電池 其中有4000噸被回收在利用 但是剩下的如果沒有被妥善處理 就會污染環境 目前沸電池回收管道 包括了可以交給清潔隊 回收商或者是社區的資收站 還有一項最新的資訊 就是從今天開始到9月30號為止 環保署和便利商店合作 只要把一定重量的沸乾電池 拿到超商門市回收 可以折抵現金消費 過期大概是40%的回收率 以台灣的民眾的一個 大家配合的程度 我們再透過這種便利商店 大家一起做回收 大概撐到50%以上 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的理想是能夠100%回收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環保署為了鼓勵民眾多多回收 廢電池和統一超商 以及全家便利商店合作 祭出了加碼活動 只要民眾把0.5公斤沸乾電池拿到超商 可以折抵11元消費金額 搜集越多折扣金額越高 希望可以加深大家回收的習慣 一起環保愛地球 今年6月份世界衛生組織公告 正式地把網路遊戲成癮納入精神疾病 美國精神醫學會所訂定的 國際通用研究量表 就成了全球判斷的標準 國家衛生研究院花了兩年的時間 使用這項量表 調查了8000多位孩童青少年 那麼這一項網路遊戲成癮的研究顯示 台灣盛行率3.1%高於西方主要大國 學校放學 手機遊戲一分數立刻演了哪一場 無線網路方便 讓青少年不知不覺難以自拔 網路遊戲引燃成了一股興趣事 國衛院大型研究花了兩年 走訪169間學校 調查8000多位國小到高中學生 領先亞洲各國 首度使用國際通用量表 完成全球最大規模青少年網路遊戲成癮調查 三項嚴謹判斷標準 分別是失控狀況 日常生活失能 以及持續一年內都在玩 成果指出 超過一半成癮者都曾在遊戲中花錢除職 每週玩超過41小時 大學時期是一個關鍵點 如果這個大學時期 還是繼續這樣的一個模式下去 可能他在未來的三五年內 就會繼續用這樣花很多的時間 或者是很失控的去玩 引用美國精神醫學會 國際通用標準量表 主要國家相對照 台灣盛行率3.1% 高過英國 德國和美國 神經科學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大腦掌管這個衝動控制的前額業 大概是18歲到25歲左右的時候成熟 在現實生活中 有越來越多值得他好玩的 有越來越多值得他覺得說 他可以滿足的成就感 很多的他們是就會忘了網路的世界 研究數據反映現實生活 希望家長多關心孩子 協助解決整季課業碰到的關卡 才是遠離網路成癮最大關鍵 大一新聞消失節 梁家明 台北報導 再過一個多星期就是教師節了 教育部今年表揚的傑出輔導人員當中 有一位是台南市京城國中輔導室的 何雲之老師 他積極投入中措生 以及高關懷學生的輔導 結合校內外資源 設計小團府 提升學生的人際關係 也找回他們的自信心 洗牌 然後之後任意的挑選 就像是玩心理遊戲 學生的排斥感不見了 輔導老師何雲之 就連說話也掛著淺淺的笑容 抽到的是老天爺告訴你說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 沒有防備和束縛 自然地打開心門 迷惘的孩子 像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父母 很孤單 非常孤單 那時候能跟我談心的 就只有輔導老師 討論解決的方法 又或者是更好的處理方法的時候 他會讓我知道 他就是跟孩子可以像大姐姐 這樣一起相處 所以說很容易就打開心門 提會到孩子的問題 不會是短時間造成 也不是個人的關係 何雲之還設計小團府 讓孩子認識自己 學習融入團體 雖然總是笑容面對 但輔導的工作並不容易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沒有關係慢慢來 等待的是一個契機 只要持續不斷的努力 我覺得終究有一天 孩子可以感受到 我們想要真心關心他 當他很難過的時候 他知道他可以來跟我求助 遇到挫折 為自己加油 何雲之只要想到堅持 就有機會在孩子需要的時候 扶他一把 心裡又升起滿滿的能量 大愛新聞潘玉珍 鄭瑞平台南報導 台中刊搜索 為了給壽行人 更多學習機會 要募集三千本書 慈濟職工知道了之後 協助募集一千五百本 當中包含正言法師的書籍 那麼更生人楊九如 他現在也是慈濟職工了 特地來到這裡 和壽行人分享 他的人生轉變 慈濟職工代表 捐贈書籍給台中看守所 充實看守所的圖書室 不只送來書籍 曾經是更生人的慈濟職工楊九如 也來跟壽行人分享 楊九如有趣傳神的表達 拉近台上台下的距離 年輕的志工帶來 父母恩重難報金演繹 壽行人流下眼淚 知道自己愧對父母恩情 透過了父母恩重難報金 我期許他們在未來 就是某一天出去之後 能夠為他們的後面人生 做最好的選擇 人生不怕犯錯 就怕不改過 慈濟職工關懷陪伴 不會間斷 大愛新聞 正善美職工 黃舞龍 洪素晴 台中報導 不丹王國是一個位在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國家 比起經濟 他們更看重國民幸福 而且致力於環境保護 國內大多數人 也都是信奉佛教 今天不丹王國公主 參訪了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他表示對於慈濟精神印象 非常地深刻 他們可以混合音樂 和名字 俏麗短髮穿著傳統服飾 仔細聆聽解說 她是不丹王國的公主 不丹的國教是佛教 因此第一次來台灣 就到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透過影片簡介慈濟基金會 他表示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的佛教育隊 在這裡 他們也開始了一些 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在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在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所以我想有機會 也可以有機會告訴他們 台灣有個佛教團體 做了很多很特別的事情 我想這次都可以讓他 彼此一起來學習 期望未來可以有更深的合作 一起散播世界美善 大家新聞 林怡婷 李健寬 台北報導 下週一就是中秋節了 而在此之前 慈濟志工到新北的新店區 廣恩養護中心關懷長者 準備一連串表演活動 逗老人家開心 中秋節快樂 佳節前夕 新店的養護中心 已經有了熱鬧氣氛 把我們同在一起 在一起 變成神槍手 上面 啪啪 團康活動活落雙手 還有懷舊金曲長笛演奏 好歌一首接一首 長輩們意猶未盡 你為什麼愛 是摸摸舞 講不到你也是歌王 月亮什麼節 中秋節 好 中秋節 年紀大了既不得中秋節 但慈濟志工依然年年首約 你們也來了好幾年了 你們的熱情不變 我覺得這是我最感動的 剛在五樓有一個眼睛看不到的 他平常是不怎麼參加活動的 我說今天慈濟的師兄師姐來 他要帶給你們很多祝福 然後他就說他要下來 團員並不限定血緣 慈濟志工的長情關懷 如同中秋佳節 遠遠流長 大海新聞 珍善美志工 沈玉蓮 蔡永安 台北報導 常約 首届非洲跨国花式足球赛 在奈及利亚举行 向遥海岸的选手 夺得了冠军杯 感恩您收看这一节新闻 祝福您晚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